那你們有就是突然腦筋斷線 講不出話來嗎 或是忘記那個人是誰 會啊 會 有直接以為自己認對 然後出口的時候講錯 超級傻眼 就是在就是去那種火鍋店吃飯 然後聽說隔壁有認識的人 然後就是反正他們是 明星跟明星之間認識嘛 就說那要不要去 大家都去打個招呼這樣 然後就一走進去之後 就是那個全明星運動會 運動會的紅隊 然後那時候是那個江洪杰 帶他們紅隊的人 然後就 就是 我就想說 因為我身為一個主持人 我應該要每個人都認識 代表說我對他們非常的重視 然後第一個就看到曹宥寧 然後說然後大家就介紹 這個是 我說不用 我知道 楊宥寧 然後一講往現場 就原本還在 立刻乾掉嗎 立刻乾掉 現場突然間安靜 他們沒有覺得你在開玩笑 沒有 沒有 因為我講得很帥 我說不用 我知道 楊宥寧 你是認真 你要認真 大家應該一定 應該是說開玩笑的啦 吵真的 我怎麼也不知道 因為我講完 我還沒覺得講錯 然後後來大家停下來 幾秒之後我還會說 不是吵 是吵不是 你會演得更正式的 這更剛好耶 這樣子更沒禮貌耶 你應該直接很帥的說 我開玩笑的 剛後來就很乾淡 嚇到了對不對 對 我也沒辦法笑 我也沒有辦法像女生一樣說 沒有啦 我講錯了 那可以啊 我不主意啊 妳可惡嗎 可以了 可以嗎 都被一個飛玉清就好了 剛剛是飛玉清講錯 可惡啦 看起來就很靈活啊 對啊 這種狀況你怎麼可能會 可是有時候講錯當下 真的是背脊發涼 已經先涼透了 但才回到家裡才想起來說 對 我那時候這樣處理就好了 可是根本不可能啊 當下真的 真的有時候這腦筋 就好像被鬼上身 因為以前我們小時候 剛出道的時候 然後就在攝影棚 然後就看到前面是 資深前輩蔡幸娟 然後我就想說 等一下過去要說 蔡姐妳好 我們是SOS 然後就一直在心裡想 然後一過去就說 直呼 直呼 直呼很明 對 然後講完講 講完之後她就說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我想說這也不對啊 怎麼叫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想叫你蔡幸娟 可是我其實想要叫你蔡姐 然後她就一直這樣 好尷尬 因為她想說這 就是這有什麼好解釋 然後她說我本來想要你蔡姐 可是我不知道 怎麼叫你蔡幸娟 這什麼跟什麼 這精采超不合理的 所以不會相信 就完全修復了 我有一次也是在友台的錄影 就是準備要錄影的時候 我就遠遠看到 就是小豬 女的 女小豬 然後走過後 對 我就想說 黃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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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凱旋大姐的手 就一樣 就這樣做一樣 不相信 就一樣 對不對 你要故意 口誤了 她在看 等一下在初步 也是才知道龜熟 對 他跆拳到了 不過以後這一集結果 所有講錯的人 後來都會講台詞 對 解尷尬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因為她也要坐過來 要聊天嘛 才不會就是 我臉已經長得就是不討喜了 如果我再不跟人家聊天的話 人家會覺得我很大派 然後一走到 我就開始恭喜她說 恭喜妳最近交了一個 國外的男朋友 然後就是 國外的男朋友 然後我就說 對啊 你們還一起上節目 然後你們一起怎麼樣 那個 妹姐 那個是何美 完全不同人 對何美有交一個 外國男朋友啊 對 Cody Cody是他 然後我整個很尷尬的講說 那個 然後這時候你知道 旁邊的人還補我一槍 就是我經紀人長說 天啊 妳也太失禮了吧 然後我就說 等一下 旁邊的人說 妳認錯也太失禮了吧 然後我就說 那妳說吧 你們兩個長相不相 直接露脾氣 太失禮了 還會叫本人自己平伴吧 我就直接 還在看見說何美來一起說 妳自己看 妳說相不相嗎 我之前更想通訊 我說來 有沒有人說 有沒有人認錯 這樣比較好 因為我之前有另外一個女藝人 也是跟我聊了半天 然後在電梯裡面 就是一個很私密的空間 然後一直跟我聊說 那個時候 妳錄的那個BBOX的影片 我都有女兒 都有拿出來是重看耶 妳那個真的好好笑 然後就一直聊 聊到後來她就說 然後 我們錄童場 我們是有名字 寫在名單上 然後跟我聊 後面 他跟他解釋說 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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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是一根香蕉 有誰聽不懂的 可以直接舉手 再聽一次 直接回來了 對 現在在哭 沒有 我不敢再亂笑 因為剛剛亂笑被抓包 沒事 等一下 是他叫你香蕉是不是 他叫我香蕉 他一直認為我就是香蕉 叫到錄影才發現 他叫錯了 因為是別名牌 大家都錯下來了 別名牌 我剛剛叫錯了 你一直叫錯 內容都聊錯了 對啊 好尷尬 這樣就緊張好可愛 可是這個是發生在你身上 看別人口誤 你就覺得好笑對不對 我覺得還OK 其實是 不會生氣 其實不會生氣 所以你們自己最怕 你們覺得最丟臉的是哪一種 最怕 最丟臉 我覺得 就是在主持活動那種 那種有時候一上台 直接叫錯董事長姓氏的那種 我覺得你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連康永哥 都會犯這種口誤的錯誤 而且他平常主持都很囂張 對 然後那時候電影就來 我們節目宣傳 然後他就要廢話連篇 介紹每一個角色 然後他就最後 介紹完那個電影的那個角色 和故事那種之後 他就很嚴肅地說 讓我們歡迎 這個故事我實在太愛了 這個故事嗎 對 就是裡面有很多 那個很棒的演員 他說 范冰冰的愛 范冰冰這樣 這樣 他還說我是五姓飯 他說 范冰冰才行 然後他很正經 那一段超經典的 然後我就這樣 你只加自己大盒 就後來我們那個康熙結束那天 我才說 那一集是我人生中 最喜歡自己的 因為看到蔡康永 租一個那麼大的包 我們就覺得 他都會這樣 我們做什麼事都OK啦 有啊 有一個很大的主持人叫何 何久 他有一次就是 他就說奇怪 他就有一次就有一個 很香港藝人 那個陳冠希 就一直就是一直這樣 他叫他的時候 他都一直這樣 他就後來受不了了 你真的很沒有禮貌 你上我節目 然後我跟你講話 然後你都一直就是那種 很不屑 到底什麼意思啊 他就說 真的嗎 對 他就說我當下 真的就是 他就說他那時候 很想鑽地 就是地洞 你是親耳聽到他講這個故事嗎 他自己在節目上分享 他從頭到尾 他說他到最後 那個就是陳冠希就說 因為你從頭到尾 都一直叫我陳奕馨 這張主持過最丟臉的一次 可是我覺得還是 蔡康翔我比較丟臉 還不面子 對 蔡康翔前面 非常認真的說 這部電影就是在講 蝶不知道什麼什麼 很認真 你也知道他一認真起來 廢話兩天 對 那你一講完白背面 你沒有噗哨大笑 我就這樣 可是因為他已經把氣氛 凝造成 衝脫起來 他還把氣氛凝造成 是很嚴肅的 就是我們是很厲害的 幾個演戲的演員 所以我沒辦法講 哈哈 你真的這樣 因為他也沒有要被我笑的意思 他講完自己有發現 馬上就發 他說不好意思 是范妹妹想講 好厲害喔 他也就是很嚴肅的 就把他這樣帶過 對 他就是 他散發的氣勢就是說 徐一弟我沒有要被你開玩笑 所以你此刻不要多說任何話 所以我就憋住了 對 我就憋住了 然後直到到化妝期間 我都還不太敢跟他講說 現在時刻多年 我才講出來 才敢講 反正他覺得他自己的人 我有一次也碰到一個 對我自己很不好的一個狀況 就是前兩天錄影 有一天我錄影 我去弄頭髮 然後妝髮是弄得不好 但我不好意思說 然後弄完之後我就 我自己去廁所 去調整一下 然後就走了 然後隔天又錄影 然後就在弄頭髮的時候 我就跟那髮型師說 昨天那個髮型弄到這樣子 真的是不不 他這邊為什麼 我這種臉不適合這樣子弄 抱怨一哭 對 然後昨天那個長得黑黑的 那個是髮型 你認識是誰嗎 他就突然間他臉變 我就說奇怪 你幹嘛臉變又不是講你 昨天幫你弄的是我 我想說 我從來不會犯這種錯誤 怎麼會 怎麼會同一個人 我會不記得 對啊 好尷尬喔 他臉變 我臉自己 我也變 所以他那天沒有臉黑黑的 他本來就皮膚比較黑 他這臉本來就是黑黑的 那你怎麼會沒有那麼多 隔天也是黑黑的 而且那時候還不是這種 新冠的那種時候 大家沒有戴口罩 我怎麼會忘記 而且完全就不記得是誰 然後他臉變 然後我不講話 他也不講話 我就很尷尬 坐在那邊給他 你就說開玩笑 對 這沒辦法 因為我已經講了他 沒辦法救場的那種 那種毆啊 因為這個講了他的不是 是昨天他弄的 這個沒有辦法毆 怎麼毆都毆不過 對 這可以毆吧 不然就很尷尬喔 如果妳犯了一樣的錯誤 你說犯了一模一樣的錯誤 他就在你後面弄到一半 就是在講他說 昨天他弄得不好 就是他喔 這個毆不了 你昨天說 就是你啊 然後我就走掉 你怎麼說 沒有 你要講說 對 你講到在演戲嘛 這一場戲這個詮釋的 我剛才詮釋的對不對 這一時間沒有這樣 不行 這很難耶 所以珮琪妳是 在什麼時候講錯話 我是常常會 嘴巴動得比腦子還要快 就是譬如說 我剛好有一次在跟家長聊天 然後他就剛好講到說 我們家的房子 要租出去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 而且我絕對不要做吃的 因為那都會長老鼠 很髒 然後我就看他臉抽一下 然後我想 他們家做吃的 那時候瞬間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接這個話 你就假裝沒有講出來 就默默帶到下一個話 對 天啊 我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子 大千是要怎麼拗 就為什麼先拗 我剛剛明明就沒有拗 我幫我拜個 沒有 我如果犯任何錯 我都會這樣 開玩笑的 有沒有 對 因為這招是最好用的 可是我覺得比較糗的是 我有時候在犯錯當下 我還不知道我在犯錯 我就會繼續把它講完 比如說像那個 剛剛假設他說 不要租那個 做吃的 因為會有蟑螂老鼠 然後如果那個人變了 我說你不知道嗎 因為他們家邊會有很多 食物嗎 會追問到底 就會有蟑螂老鼠 尤其是蟑螂 那什麼等等 我常常會這樣 所以妳這樣人際關係 不是很奇怪嗎 對啊 那就是像我 妳說嘛 妳們做吃的 妳也只是有蟑螂 妳就是腦袖都全都掛了是不是 對啊 妳是先生氣 這種以前可能 我覺得社會話 需要一點過程 總之會有一段時期 可能講話可能 就會在不合時宜的狀況下 總之會講出一些 不適合那個場合的話 我記得那時候 剛出道的時候 反正也是很 一千進公司 公司把他安排 去一個舞台劇 然後那個舞台劇 就是那種重新雲集 又有什麼星光二班 然後大家都是 星光二班還只是去客串 然後全部的演員有什麼 高惠君 范逸誠 唐崇聖 那種 反正就超多的那種 很會唱的人 都在演那種歌舞劇 那因為我們是 就是剛進來的新人 所以基本上戲份不會很多 大部分的今天都在後台 看那個監視器的畫面 看他們在現場演出 連續看了三天 然後看到第三天的時候 反正就是 因為大家連續唱三天 四場 聲音總是會有一些狀況 然後就有一個演員 可能有點感冒 我就在眾目規規 所有經紀人 都在的狀況下 叮了那個Monica說 他今天狀況好像不太好 他今天狀況好像不太好 誰啊 不是 他十九 那個時候我才十九歲 我就這樣 好狂妄喔 很下意識的就是 其實你是一個 囂張的人對不對 你現在一直在假裝 立一個新的人設對不對 對啊 不會啊 因為會講這種話 是發自你最內心深處 那才是真正的你 現在這個大天是假的 假裝很有禮貌 你就知道 沒有照出來的形象 沒有 我跟你講說 講 我其實應該是想要 你講出真心話了 對 我可能想要講說 應該有更多更好的羞恥 比方說 他今天是不是感冒了 他是不是感冒了 應該有人會這樣講嘛 我當時在講完是 我可以看到所有的經紀人 突然間都在看Monitor 然後突然間 所有人的臉這樣目光 看過來 然後我就這樣 好像講錯話了 但是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真的已經沒辦法救 然後我經紀人在旁邊這樣 突然間 跳了一下 丟了一下 然後他也不敢把頭看過來 看我這邊 然後最後我們真的是 在慶功宴上面 他帶著我跟所有的藝人 跟經紀人道歉 可是其實在演戲的藝人 並不知道喔 他們不知道 可是在台上 經紀人可能會跟他們講 他們就覺得 一定要道歉 不然這樣真的太敢 就覺得你很拽這樣子 對 就想說 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 可是你道歉要講什麼 說不好意思 我不該說 狀態不好 不是我講 我不應該說實話 應該是經紀人就主動說 對不起 我們家小朋友 亂講話 亂講話什麼之類的 就也只能這樣子 所以我就 那我覺得 這種常常發生在主播台 就是我記得以前 也是有一個統頁 然後就是在 上節目的時候 以為已經關麥了 因為我們以前 一入行的時候 導播就是千叮嚀萬交代說 一定要在你 拆麥之後才可以聊天 對 然後有些人就是 像那種談話性節目 他就可能在現場 然後就會說 在講政治人物 說某某政治人物 吃屎啦 然後那個就放出去了 很過癮耶 這樣 對啊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因為那個時候還滿大的 然後他後來就被 停播了好幾個月 然後我自己的話就是 很小心 但是有時候還在看錯 就眼睛脫汤什麼的 然後有時候我就播一條 很嚴肅的新聞就是說 問你超過最新的社會消息 宜蘭發生了十級長浪 衝浪課被衝到了 然後那個什麼 小波魂 小波魂 然後結果講完之後 我就小波魂 有在打電動 然後我就愣了一下說 小波魂是什麼呀 然後導播就說 然後我想說 但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已經進袋子了 然後我還要就是 一本正經的講完這樣 就覺得很乾淨 這個應該很多吧 對啊 這個有最經典的 沈蘇華 對啊 不要納豆皮卡丘 黑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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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很嚴肅的講迷 他也沒有 他之後也沒有偷笑 然後他也 也沒有這樣糾正 然後他就這樣 就帶過 主人就是這樣 黑卡丘怎樣 對啊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